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不做的民燃團體 从这个礼拜开始做 我们将从这个礼拜开始 跟先动盟结合 在桃园航空城征收区 办一场一场的草根论坛 请居民用他们可以理解 他们自己的语言 来提出来桃园航空城计划里面的诸多问题 我们透过这个程序 希望能够形成听证的征点 开始自行先开始听证的预备程序 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告诉政府 他到底还有多少问题 要回答我们的居民 我要跟马英九总统 要跟毛泽国行政院长 要跟现任的桃园市 郑文燦市长 要跟你们讲 桃园航空城的个案 已经受到国际 人权 还有环保团体 的一个重视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受到英国 英国环保人士 Rose Bridger 他已经几次发文 而且最近的一篇文章 是发表在国际非常具有重量性的一个期刊 叫做The Ecologist 生态者 国际的一个期刊 生态者国际期刊 大篇幅的报道 桃园航空城 环境遭受到破坏 人权遭受到剥削 的这样一个个案 所以我判请马总统 毛院长 郑市长 你们要从国际人权的一个标准 国际环保的一个标准 永续生态的这样的观点 来看待桃园航空城这样的一个巨授 交通部宣称的 他只先行征收核心蛋黄区 根本就是一个浮烂膨胀的假蛋黄 一个畸形的蛋黄 里面竟然有毫无公益性与必要性的商业区 以及大片的住宅区在里头 而产业的规划也完全不明 因此我们在这里 对于交通部提出第一个质疑是 到底什么样子的法源赋予他 可以这样子从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的第三跑道 衍生成现在这样一个大怪物 原先郑文燦在意外当选的时候 他曾经说 对于不想要被划进去 不想要被征收的 可以重新检讨 但是呢 昨天的新闻却显示说 他竟然会讲出说 桃园航空城的主要计划 因为已经核定了 所以为了避免影响土地价格 所以就不想要再变更 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什么鬼话 他主要计划 就是说我们的都市计划的主要计划 里面有多少的案例 包含苗栗大浦 那个都市计划也是一样 主要计划 每一个案子 几乎都会经过一次 两次三次的修改调整 哪有什么主要计划 已经核定就不可以再修正的理由 第三跑道预定地的居民 吕大队刚刚也提到在下方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大华新村 在这个区位也是一块大的空地 我们看到洪竹村附近空地处处都是军用 而都是公家的土地 为什么不能拿这些土地去做妥善的利用 需要去毁坏洪竹村的良田 这件事我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而家务部竟然在做这样决定之后 还要规避还评 强行硬干 违法 超过法律授权的 化了大片的住宅跟商业区 在此我们提出严重的质疑 也宣誓刚刚张律师告诉大家的 我们会走向法律的途径 跟交通部抗争到底 为什么 刚刚我们很多的学者还有专家们提到说 整韩国省的秘误的地方 那我在此补充我们两个留意 就是普新三块座的地方 秘误的地方 记得我们在五月份 四十五次会议的时候其实已经打到剔除了 那到了六月二十四号八三零大会之前 我们在八三零大会上已经打到剔除的一个结果了 那在审查会议上来讲的话 他们是原子上是不能增加一个征收范围的 原子上是不能增加征收范围的 可是到了六月二十四号八三零大会通过之后呢 我们开始有地方的明代跟仲介开始强力介入 介入的结果是什么呢 各位看到七月十九号八三一大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整个都翻盘 怎么翻盘 就是说我们那块区域原本是剔除的 在县政府规划上是没有所谓的必要性跟公益性在的 只是有一个驻山区而已 那到了八三一会议的时候呢 我们往一位明代在审议会场的外面 就开始跟民众讲说 跟里面已经桥好了 那内外都桥好了 桥好了讲完之后呢 他就进去里面去监票 就审查就是照他所规划的 照我们的明代跟我们仲介所规划的结果而通过了 各位看到一个反反复复的规划 一个完全没有圈盘性的规划 这样的规划到最后不是专家在审查的 是谁在审查 是地方明代 地方明代跟仲介 跟仲介张郎在审查这样的会议结果 各位看到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结果 我们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 跑由航空城变成下一个高铁 昨天的新闻大家都看见了 刚刚徐老师也提出质疑 当初的大福案也是这样子 台湾太多的公共建设 当初我们政府都说得满满的 有厂商要进驻 一定会飙售的出去 财务没有问题 结果现在呢 叶匡时部长 昨天闹脾气说他要离职 我们跟大家说 叶区部长如果要走 把他的桃园航空城烂汤子一起带走 好不好 桃园航空城立即停止 桃园航空城立即停止 桃园航空城全区停证 桃园航空城立即停止 桃园航空城立即停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